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声明了 传出说他透过了立法委员丁守中要求永和分局能够退出这次枪击案的调查 不过联盛文刚刚发出了最新的声明稿 他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这是他的最新澄清 不过这个空穴布莱坟 为什么他到时到底是透过了丁守中要讲什么话吗 还是他到底有没有求证 国梁根据你的了解 联盛文对于永和分局有什么不满吗 没有 我没有接受到这方面的讯息 他刚冷笑了一下 帮人 我觉得关心圣文大家都很关心 那就是说 其实我也要帮守中坤讲一句话 就是说 帮人家带转递讯息真的有时候是非常不容易 那我完全这两天都没有跟联盛文接触 我也不知道在心里面在想什么 但是我会想 如果以我目前看到的 我认为说永和分局 他跟这一次涉案的很多人 感觉非常的密切 因为这一次的关系人 很多证人 都是永和地区的政治人物 好比杜一凯 好比陈宏元 那他们跟永和分局的地缘性都非常强 在林政委发生枪击之后 还记不记得 几乎这个林政委是要等到杜一凯在的时候呢 他才肯愿意接受征讯 那这个讯息以我们一般来说 接受到这个讯息就觉得 这个好像年林政委是不是都跟永和分局啊 是非常熟啊 为什么永和分局的警员跟侦察队 会让这个林政委来或者协助林政委打电话给杜一凯 甚至让杜一凯来聘请律师来替林政委应讯 所以其实以我本人在内 我都对于永和分局的这些作为呢 充满了问号 那我在想或许当事人也有这一类的一个质疑也说不定 但我想圣文都已经透过这个声明稿澄清了 他并没有说要永和分局退出调查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 既然由他发出了声明 我觉得还是以他的声明为主 而且那也不像是连圣文的性格 或许他心里面会跟我一样 说不定也会存有质疑 就是说这个永和分局到底跟林政委熟不熟啊 到底跟杜一凯这个跟陈宏元他们到底是密切到什么关系 会不会是因为地缘性关系很强 所以有些侦查呢没有办法就是说非常透彻 而且彻底的执行 这个我本人是会质疑的 但是我觉得说不论是刑大也好 不论是永和分局也好 我觉得检方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侦查主题 他还是要把一样一样来厘清 检方如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我认为永和分局确实啊 是不是有比较更好的单位来接手 如果检方认为有必要的话 我们应该要尊重检方 所以可能是说就是去探病的时候聊了两句啦 可能丁守中也是像委员说的 这个稍微了解到林政委可能也有一些疑惑 结果传话不小心就变成传到这样子 如果永和分局今天也说他们觉得很冤枉啊 议员 我办过很多的专案啦 这个专案如果以我们的经验应该叫做1126专案 我办过动事要事 陈进兴 高天明 林春生 办过杀警夺枪了 这个综合的警卫枪战 很多的专案啦 被害人的家属都非常的不谅解 都认为警察跟当地的这些兄弟啦 或者是业者啦 会有认识 都希望说当地的警察不要去主导这个专案 但是啊 很可惜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因为当地的警察对当地的治安的状况最了解 所以主导权也是当地的警方 那刚刚我们国良讲没有错 侦查主体是检察官 照理讲今天这个专案 1126的专案的主持人 应该由检察官来当主持人 但是以我的经验啊 应该是分局长当主持人 这个案子 一开始刑大有介入 见识中心有介入 刑事局的见识中心有介入 接着下来 刑事局的争议队也有介入 刑大的台北县刑警大队的争议队 争议队 争议队 都去协助帮忙 去调查这个事情 其实不止啊 连盛文非常不高兴啊 连包括去救人的这个人 也非常不高兴 我相信一定非常不高兴 他是见义勇为 今天他还要被传讯 被永和分局做笔录 被现行大做笔录 还要到检察官去做笔录 还要接受策谎 我们说今天台湾人呢 为什么很多人 在面临到车祸的现场 或是一些行案的现场 没有人敢挺身而出 就是因为 要接受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些无聊的征讯 我说我们看了很多影带 或者很多侦办那么多案子 今天刘正南他第一时间 扑倒了这个嫌犯 搞不好他不知道杀死的是 要想杀的是连盛文 任何人站在那个舞台上面 都有这个义务 或者是你身上腺素 发达的时候都会扑上去 不只是刘正南 因为恰巧刘正南就在旁边 今天我们五个来宾或神人 在舞台上面那里 也会扑上去哦 我不会啦 你不会啊 你太英勇了 我第一个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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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搜证我们要庆幸 这个现场有两个庆幸的地方 第一个 嫌犯开枪以后 就被刘正南扑倒了 第二个 警察的搜证录影带很完整 如果今天警察搜证录影带不完整 这个事情 没完没了 一定是没完没了 为什么 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之下 可以公布 民众的手机 可以公布 地视台的画面 这个不能公布 那 这个比例原则在哪里 所以检方的这个 侦查不公开 我是建议连胜文去看一下录影带 因为他是被害人 但是我也建议连胜文 第一个 他是犯罪了 这个 这个刑案现场的被害人 因为他也其实 透过这个 很多立委来转述 有些立委会表达错误 或者是说 这个 其实啊 他是被害人 他也没有指定 由谁来侦办 站在侦查的这个规范里面 你是被害人 谁去主导这个刑案的侦破 谁去主导这个刑案的侦查 那是侦查主体 是检察官 才有这个职责 他没有 我想他也不会 有些时候我们迷得不了解 会去转述说他有怨言 但是并不至于说 他希望永和分局退出这个侦查 我也认为胜文的个性 不会讲这个话 一般刑案的受害人 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当然不行啊 那以后怎么办 以后所有台湾的刑案 我就要求 由调查局 要求由哪个分局 去知道 我还要求FBI 那不行啊 不能这样子 他也不会这个样子 是 当然侦查部公开 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可能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想到说 那是不是让民众觉得 这个侦办调查单位 他对他有信心 也蛮重要的 像是永和分局 这次好像 其实很多一些 一路走来 一些零零碎碎的 小事情的处理上 好像民众觉得 不太有信心 包括像是 这个连刘正南也说 他不太愿意 要到永和分局 去做笔录 到底永和分局 怎么一回事啊 那我来讲 其实我刚刚所讲的说 连刘正南也非常不高兴 今天他是一个 奋不顾身去扑打 这个也算是一个英雄 在接受 一而再再而三的征讯 他心里一定会非常的 所以为什么第一时间 他不想让人家 知道 第一时间他不想让人家 知道说是他去抢了 这把枪交给警察 那警察也不希望把它曝光 我们很多秘密证人 保护法也好 很多这个检察官的 或法官的这个秘密证人 都是不想曝光 为善不亦人知的 还是带有人在 今天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跟那个警察交枪 给那个谢益忠 跟那个警察讲说 这个枪你拿走 你不要讲我的名字 第一时间警察能够公开吗 今天如果说警察第一时间就公开说 就是他 就是刘正南 第一时间抢了这把枪 那又怎么样了 但是是不是害了他 那现在也是害了他了 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受伤害的不只是 留这个连胜文或者是被害的这个死者 这个黄运胜 他也是被害人啊 他这个事情从发生到现在 以前他小孩子 搞不好不知道他过去 做了哪些事情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保护他的家人 不想把这个事情公租于外 也不觉得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只是上去 刚好那个动作 上去刚好抢了枪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我觉得大家在讨论他 对他也不公平 是不是我们在将心比心 那以后如果有这种情形 路上的这些情形 是不是有些民众说 以前这个 我冒了生命危险啊 去抢了这把枪 以后我还要接受你们的讯问 永和分局现行大 那个地检署 还要问说要不要撤谎 公平吗 真的是不公平 不为了查案的需要 当然他还是必须应该 所以他第一时间 他才不想让人家知道 搞不好他知道说 我如果是做了这件事情 以后我要面临那么多 那么多的程序的讯问 行政的程序 那行政程序走完了 所以不把他曝光的话 他还是会私底下秘密的 接受永和分局的征讯吗 不一定啦 如果今天是 联盛文是大咖嘛 今天如果是旁边的人是小咖 搞不好就这个案子 就很单纯的就结束了嘛 我补充 因为基本上我是没有 郭春兄的这个专业 因为他本来是警察 本来是警官 如果现在有人 我们站在一排 有人对郑思诚开枪 我第一个动作 一定把郭春兄推过去 你赶快去救郑思诚 那我们认辞蛇嘛 我也开过三次枪嘛 对不对 我有这种好朋友 我还需要马面吗 郑思诚 那个一定要有相 大家不要说 这个建议永违 然后忘了自己 比如说你手无福气之力 你还扑上去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以前写稿 就常常会用一些 这种代名词 什么警方说 警方表示 指出 强调 研判什么的 其实这些那种 没有剧名的 如果你把账都算在 板桥地监署 或算在永和分局头上 其实对板检跟永和分局 不是那么公平 因为板检跟永和分局 他们有官方的发言人 比如他们的香月主任 检察官 他们永和的副作 黄文哲 他讲的才算数 任何写说警方研判 检方强调什么的 其实是我们 记者采访来的 又不能引述下去来源的时候 一个比较转折的做法 但是这个丁守中 这个我要提一下 因为我早上看到报纸 我也吓一跳 火公爱永和分局退出调查 幸好不是退出演艺圈 退出调查干什么呢 永和分局是在地的分局 他怎么可能退出调查呢 因为我们以前 不管发生什么 刘邦游 彭宛如 尹清风什么的 在地有管辖权的分局 是不可能退出调查 他退出调查就完了 第一线的基层工作谁做 那永和分局的表现 做得好不好 我认为是 差强人意的 实在有些地方 实在是看不下去 譬如说杜宜凯跑去中国 又跑回来那个 那我是真的看不懂 那这个我就要讲 像丁守中 丁守中是 连任好几届的立法委员 丁守中会犯这种错吗 还是苹果日报弄错了 这两种可能 丁守中 这个能转述吗 要嘛就说苹果日报说 我听错了 然后就说我自己乱掰了 然后把账 赖在丁守中这也有可能 所以丁守中 跟苹果日报出来讲清楚 是谁弄错了 那最后我来提一下这个 这个昨天没有遇到谢委员 今天终于遇到了 你看谢国良转述 没有注意到凶险凶险的马面 是否叫他的名字 只是谢国良转述 转述连胜文的谈话 那这个其实跟 案发后 没几天的讲法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天 第二天是徐庸廷出来讲 第三天是谢国良出来讲 他有功 连胜文叉叉叉 双 就开枪这样 那现在已经转述 未注意到凶险是否叫名 这个转折那就是连胜文 你要出来解释 我是反对连胜文开记者会 可是可以丢个新闻稿 或是请徐庸廷出来讲说 到底有没有 有叫你的名字吗 因为这个东西我认为 这个虽然不是破案的关键 但是这个一个转折很重要 说他是不是针对你来了 他如果是叫你的名字 然后把你揉 还给你开 又准备补第二枪 而且有叫你名字的话 那个比较像是针对连胜文而来 如果他不是他没有叫 他搞不好照媒体的报导说 他以为他是陈宏源 就开下去了 那完全不一样 那我认为连胜文这个转折 其实连胜文应该要交代 这个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会觉得说 现场人最实在对不对 错 我们那么多的教练选手 王建民在投球的时候 教练说你投下来 我说对啊 这个动作就是我长期在投的 错 录影带给你看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很多教练在教导 跆拳道楼道的时候 你这个姿势我这个姿势长期以来 我就摔很多人啊 为什么我这个 我这个秦拉术 我都过去都抓很多人啊 教练给你看 录影带给你看 才知道说原来我的动作不对 同样的道理 这个案子台上那么多证人 为什么有些证人说 第一时间 在那么混乱的30秒 搞不好这个案子 我看了成前后30秒 很多证人都拢不起来 我是建议检方应该请这些证人啊 因为证人没有什么勾穿 都是在台上嘛 这些都是他候选人的舞台嘛 都是他的亲戚 或者是他的志工里面 竞选团队里面的人 让他们去看这个录影带 看大家一起来看 一起去看 包括证人 包括刘正兰 搞不好他的动作都有 跟他看的录影带都不太一样啊 所以为什么说侦查不公开 是对我们侦查不公开 对他们就没有什么侦查不公开 对这些证人 我讲的是这些证人 包括连胜文 连胜文第一时间回头 搞不好在那个时候 很紧急的关键的里面呢 他会回忆到 后面有在叫连胜文 前面也在叫连胜文 大家都在叫连胜文 到底是不是嫌犯叫的 所以其实议员想要说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人的记忆可能是会有误差的啦 当然是有误差 录影带可以显现 真正的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现在检方 有没有让这些证人去看一下 所以就是签证到之前 连胜文也说他说希望能够把录影带公开 不要公布 连胜文去看 对 让连胜文去看情况当天 他是犯罪被害人 当然有权利去看啊 国梁要那个回应一下 应该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来跟辉文大家来讨论一下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事实上我刚刚节目一开始就讲 把人家传话 尤其是要按照那个人的意思 然后要有一个比较技巧性的转述 其实也要有很多的一些思虑去做 那你那天有没有忠实的转达 应该我是觉得说 连胜如果没有想要转达外界某些想法 我绝对是不会在他面前出现 我跟他谈任何话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我一个礼拜都不去看他 可是有时候我会跟他谈完见面 那我很清楚的在第一时间 第一次跟连胜文碰面的时候 是有感觉到在他的记忆所及里面 是有人喊了他的名字 然后骂了他三字极 然后开枪 可是在整个检警这几天在侦查过程 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说 连胜文那时候第一记忆 就是徐庸廷出来讲 那天是礼拜六下午 他说马面有喊他名字 那是他刚刚从手术醒过来的第一时间 那时候恐怕才刚醒过来而已 那这几天事实上检警也有去侦查 后面有很多讨论 我在前天就是说 我认为说他可能有些讯息 要跟外界再转达的时候 我跟他碰面说我有问他 我有问他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是有讲国村中刚刚讲 所以国村中真的是有那种办案经验 他说其实现场有好多人 那个时候他刚上台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在讲 我们帮连胜文喝彩 连胜文加油 连胜文加油 所以有很多人确实都在喊连胜文 那时候他的知识是背对着马面林正伟的 所以包括说前面后方确实有很多人在喊连胜文 他也确切听到后面有喊连胜文这个声音 但是呢他并没有注意到或者是特别注意 因为全部都在喊连胜文 喊连胜文那时候并不是很特别的 可是之后他听到一个三字经 他听到一个三字经 他听到三字经的时候呢 他就吓一跳然后就回头看 这时候马面就迅速的逼近 然后跟他就是我之前有讲的 用很凶恶的眼神四眼相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确实在他后面有人喊连胜文 可是他并没有那时候特别特别的注意 可是有人喊三字经的时候 他吓一跳赶快回头 所以有人喊连胜文只是不见得是马面喊的 所以我变成说在他的记忆 如果要很客观很客观的来讲 连胜文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说 后面喊你连胜文的那个人就是林正伟 坦白讲我只能说现在连胜文是不是都很确定 还是要由连胜文自己去说 可是就我跟连胜文在前天中午 在谈的过程中 因为我有曾经替他转述过 第一段我当然很在意 我当然要直接问他 我说连胜文到底后面有没有人知道 他就把那个情境跟国村兄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他完全是背对的马面林正伟 然后后面有人喊连胜文 他不是他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喊连胜文 那没有特别让他特别起注意 但是后面有人继续骂三字经 而且他就回头说马面就迅速靠近了 这个是我能够 就是说在跟他谈的过程中 能够再跟大家来沟通讨论 我觉得到底现实是什么情况 还是要听听看大家的意见 因为事实上这个也有办案的经验 那也有一些很专业的这些评估 我觉得听听看大家的意见 但是毕竟当事人我也只能讲 当事人他也并不是知道事情的全貌 而且很快他就大概中枪就受伤了 所以当事人的记忆到底是不是那么清楚 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要来质疑的 先给大老讲 我们这边我们两个边缘人 我敬老尊贤 不好意思 不过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社会 对这个侦办单位渐渐没有信心 我觉得那个不重要 因为暗破了以后 这个没有信心的就自然烟消云散 也不用回来 谁care他有没有回来 但是我认为这个 这个连胜文 是因为他大难不死 大难不死 然后活回来以后 他会觉得说 这是我的第二生命 通常在心理学上话会很多 尽管你嘴巴很痛啊 话比较不容易讲 但是意见还是会很多 因为那种是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 那我不晓得 我们这几位去看过他的朋友 到底他话多还是坏傻 你刚才说 多讲一两句 到底多讲还是傻角 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去看他的人 除非受到正式的授权 对外出来以后 不要传话 我觉得不要传话 还有连胜文 现在你即便意见很多 除非你正式的 要受到真讯的时候 跟那个检察单位讲 或者是你正式觉得有必要 要对外界讲以外 我觉得你牢骚也不要多发 给自己家人讲一讲没关系 但是现在传闻说 他觉得说很冤屈啊 很不平啊 这个等一下我会讲 这个其实这个也会影响办案 那个办案说 这林公子呢 林公子不满意朝这个方向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 然后这个尤其是刚刚 我们这个林医元讲的说刘震南啊 他说他建议勇为 但是他现在对要笔录啊 要受真讯啊 很反感 我劝他不要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你照你讲这英雄啊 公逢圣会 公逢其圣 你看 别人买那时候没机会啊 你叫人家一条命 我觉得你其实是有责任 去厘清这个案情 你被找去做笔录 或者做真讯啊 并不代表人家对你有怀疑啊 或者看不起你啊 因为你是最接近现场的 活生生的 而且你是参与其中一部分 正面的建议勇为的部分 做笔录 受到征讯 甚至策谎 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 往邪恶的方向去 我看不出来 你问一个人会常常跟阿卜 你補太多了 我们讲话有一个雷射 你知道吗 不要一天到晚捕人家的 但是现在连胜文 据传闻啊 就说如果说他是误认 或者误杀 他就觉得很委屈 或者是不平 其实当然最后是靠你真相 真相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这由不得你选择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给 连胜文先生给他一点心理上的准备 如果这个动机是未财 那这个财包括赌盘 包括跟陈宏一家的财务纠纷 那你当然是被误认误杀的 这个跟你连家有什么关系 所以不管事件大小 不管背后有没有另有其人 不管有没有这个 后面有主打的一个团体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反正你是被委屈的 完隆台就是完隆台 我觉得被冤屈 并不切得很不好 因为相对于这个为财务 另外一个就是仇杀 而且这个仇杀是特定 为跟为连家而来的 为你爸爸 或是为你自己个人都不好 因为我认为这一点 到现在我很有自信 大概跟选举无关 我觉得然的没有人敢招 荣誉主席的儿子做牺牲品 但是绿的我觉得也没有这个本事 那如果是仇杀的话 你去想我觉得我都不便 在这里朝那个方向去讲 那些可能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好 你想着我在讲什么 但是如果真的是那个原因的话 那我觉得 那个联盛你恢复健康以后 这个阴影 全家的阴影 你夫人的阴影 你小孩的阴影 父母亲的阴影都在 所以如果说真相有一天大白 我希望他会大白 而且很快会大白 如果是朝那个方向去发展 而最后定调 定案是那个方向的话 我觉得反而不好 所以我现在当然了解 他情绪多 意见多 感触多 恐怕话也多 但是不见得哪一个方向 对你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尽量不要干扰 侦办的这个过程 连胜文的确应该是觉得相当的冤枉 但是他身边的人 是不是帮他传了太多话了 我觉得一开始 之前你知道吗 之前就有人说 连胜文 怎么两三天就可以吃面包了 后来发觉说不是 为什么 这谁讲 我也不晓得谁讲 我也不知道谁讲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说是面包泡水 对 为什么会传这种 为什么会有这种传闻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人去看 连胜文并没有看到连胜文 他出来以后 一堆三百多只麦克风堵上来怎么办呢 他只好讲说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用转述的方式 然后有人转述说 是连胜文吃面包 可没想到是面包是泡的水 所以后来就 有人就开始质疑说 为什么两天以后就可以吃面包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乱传的结果 那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再传 如果除非 就是正式的说 我连胜文我请这个谁某某人讲话 这样才讲 我觉得这是一点 现在不要再讲任何话 第二个我觉得 我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 那现在不管是不是误杀或是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案子还没有起诉 还在侦办过程当中 可是这个案子好像在大马路上办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 每天可以取得不同的消息 马路消息 好多消息啊 检方警方三通五通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的测谎 测谎也没有通过 我们全晓得 后来检方出来说 没有耶 我什么都没讲 你们消息哪里来的 我觉得这个 然后整个案子就导向 好像就是要用误疾来起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联盛文比较 可能 我觉得他可能有疑虑的地方 那是不是 到最后这不就误疾了 那误疾是不是因为整个的 是不是有人在主导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也大家要 要去深思说 怎么会消息这么多 这消息哪里来的 虽然有记者去问 有人是不是要写作文 是不是还是有人去问 问东西 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必须要探讨 而不是说 起诉之前你看我们现在 原意 你看我们有多少消息 我们几乎掌握从检警 什么时候找人 然后他什么时候律师 然后到最后 怎么样去测谎 那到底第一次态度怎么样 第二次态度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过 我们全知道 这叫侦察不公开 这侦察也太公开了一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必须 我们必须要怀疑 这些消息到底哪里来的 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因为 现在消息好像太多 放出来的关系 那么甚至是还包括说 检方是不是已经定调 要把它朝向物极的方向来侦办 这样的消息也传出来 因此联盛委好像有蛮多不满 甚至是传出说 他不排除有可能要亲自出面 来做一些他的立场的宣誓和说明 我们休息一下 把这回来继续讨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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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